那我这里想问一下 能不能打过李连杰呢 我们一起在经济赛场上比赛 我代表陕西队 他代表北京队 他也想拿冠军 我也想拿冠军 他的特点是动作潇洒 动作大法 我的特点是速度快 爆发力强 他的教练希望他拿冠军 我的教练希望我拿冠军 我记得在七八年比赛的时候 当时性格很激烈 都是为了想拿的全冠冠军 但是后来下来以后 他的分数比我高 那么后来呢 这个残判说是 你在推这个掌的时候 你的四级没有并了 你的小脚趾 分开了 分开了 说那个是女孩 所以说我 所以扣掉了我0.01分 所以这个长拳 最后他拿了冠军 我拿了2分 所以后来呢 我的教练就希望我 哪怕一点小的问题 都不能出现 对对对 希望你把这个小的问题也改了 你才能战胜它